欢迎收听今晚的《动漫无伤》,我是主持人 今天我们找到一个比较特别的嘉宾做主题,又是访问 但我们先介绍人物,还有主持是何马仔 大家好,我是何马仔 当然今天我们千呼万唤邀请了其中一位近年在香港动漫界突然爆红的一位用者 是香港童人界的画师 Lion,你好像你第一次的录音来这里,谢谢 大家好,但希望不要怕我害羞 勇者通常是威风浪浪,不过不要緊,稍后再说一下勇者的威武 你这么说,有马不是勇者 不是,我们一向觉得是三本宽才是勇者 有勇者,当然有勇者的朋友 我以为有魔王 魔王就下次先 今天邀请勇者的朋友,今天有两位勇者朋友来 先是零耐的 大家好,我是零耐 大家好,我是奇返 我们先要轻轻说一说勇者的往事 勇者近期因为他台上苏尼克回家就台红了 亦都红遍港澳台,美国和新加坡 先说,Lion在香港的同仁界已经是很久的发展了 我知道是斯德十多了 当时你已经开始参与香港的同仁活动 先说一下勇者 勇者,你何时发现自己喜爱同仁 何时参加过第一届同仁呢? 如果要说的话 应该是02年那时 当初由拳王开始 当时拳王如果是零多年的时候 那你也是在厂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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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 当初我第一个理解的是 跟人可以画自己的东西 然后自己出书去买这个地方 现在这个理念有没有改变? 其实没有改变的 当时你开始去画拳王的东西 那你对拳王哪个角色很有兴趣? 由02开始是 Kula, Angel和K9999 其实你已经开始向女角那边 对 你还有一部动画令你自己很有兴趣 而进入了去画漫画 以前那部《机械女神》 香港就译造《银河小木女》 但我想问 这件事是不是在无线播的? 是无线播的 以前真的有很多动画 以前是无线播的 很多都可以令人更多 例如以前的《Cellar Moon》 《机动鸡银铲》 都是在无线播的 还有你《亚氏》的时候 那部《魔剑美神》已经赢了 可能以前我们更多看电视 以前《雅士尼波日》 《男与德纹》 都可以在电视上看了很久 不过先说一下 因为这套 令你产生了你对女角的感觉 但你是不是一向以画女角为主? 其实是的 但为什么画女角对你这么吸引? 因为我喜欢用这个 那我想问 在你画女角的时候 你第一个会在你的脑海的image 去画的东西 你觉得你是会先用面相 先用身材先 还是先用感觉先 用感觉先 例如怎么样? 你知道我们这些不是画图 不明白 我可以补充一点 还有一个 发色 发色其实也是感觉 不过近期 对红色毛和粉红色毛有兴趣 所以对SONICA有兴趣? 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 原来我们都是用颜色来分别 就是自己的起户 我想说SONICA之前 我们要问问你两位朋友 我知道你在同仁界 就认识了很多朋友 但我知道 今天你带来的两位勇者朋友 就不是在同仁界 真正在同仁界认识的 那先给宁内介绍 我知道你好像是因为SONICA 而两位产生缘分 我们的缘分是剃热于SONICA的Blue Ray DVD 就是我自己有做一些代购的 例如工作也好 服务也好 有一晚 我乘车回家 突然收到电话 那个人是不懂的 然后突然间 那个电话里面 那个人就跟我说 你是不是要订东西的? 是的 我接受订东西的 我有一个DVD很急要的 一定要订到 不订到我就什么 你有没有问过他 为什么要这么急要? 都猜到的 通常都是一些很急的单 就是什么 左手右手的问题 因为那些第二节有的 是的 第二第三节有人问 放心 不需要心急 不需要抢衩 那时候的心态就是 有东西就做 那样回家 勇者就给我一些资料 我接着在Facebook 交换资料 我看一看他 Facebook的图 这个人很熟口 这个人 你从哪里见过他的图 之前 雜誌 之前 我也在Facebook 见过他第一张 台Sonic图 那你对他的第一个感觉 是怎样? 哇 这个猛人 那你会不会第一个很紧张 帮他订这个DVD 死了 这个DVD 要怎样处置 但是很紧张 原来勇者急 call 勇者急 call 勇者急 call 原来叫DVD 对 所以立刻处理 回家 立刻回去处理 说什么事 洗粮都不洗 搞不了他 不禁台湾 所以勇者急 call 叫到粮都不敢洗 不会拖单三个月 那些没有 没有的 立刻来 即时服务 放心 我们这些服务 是安心准时 快捷拖 幸好有个银包 收着你的卡片 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找人帮我扔 即是你被Block down Block过很多次 不是Block down Block过很多次 而是 Gamstu那里 G-Buy 那天开扔 因为我电话 搞不了 所以我打算回家才搞 谁知道 他不够几个小时 就截了扔 我立刻晴天霹靂 那样 好像有个人扔了 然后我立刻想想想想 有谁帮到我 有谁帮到我 然后我就想想 我真的拆好我的银包 好像有张卡片 很熟口的面 对 当初有个人给个卡片 我告诉你 我立刻打电话给他 而这个就是零来 机缘巧合之下 一条红线就黏了 所以原来就是这样 好了 另外一位另外一位嘉宾 你有次 又是因为Sonic 而和勇者结识 是的 其实我认识勇者 就不是这么久的事 应该是这半年左右 因为我们有时 在小月圈 有个说笑 说谁是我的老婆 他也是你老婆 我曾经这么说 现在不敢说 现在不敢说 你面对勇者 你这样说 即是你说别人老婆 我说笑 你见见我对眼 接下来就跟我说 这些人才叫Sonic 他做老婆 因为认识相 就是勇者抬着Sonic 我立刻 甘拜下风 我想问 你对Sonic 有爱 你是不是只喜欢Sonic 一个呢 还是你说 我其实很多角色 都挺喜欢的 或者是 我是普遍觉得Sonic 有好感 其实很多角色都喜欢 所以那一句 就是说笑 我想问 你对Sonic 的感觉是如何 其实是一个很梦幻的角色 我觉得是一个 因为很多人看Sonic 首先 着眼点一定是 他的上位 我也是的 而他的角色 他设定 是同眼俱与 而他是一个大学生 很清纯 而他是一个很努力的 努力家 工作 两方面都很想 呼吸 又跟人混合 在现实上 是很难找到 这种人 不过 我自己 第一个对Sonic 他的印象 反而不是他的身材 和养麻 反而是他的耳筒 我想问 大家都说 有些人跟我说 《记事金》 好像不科学 就是说 戴着耳筒整天 洗澡 戴耳筒漏电 睡觉 戴耳筒压着头 不舒服 会头痛 勇者又怎样看呢 《记事金》 耳机是本体 你懂得冲吗 原来是这样 尤尼卡 而结合 不过想问 大家认为 尤尼卡 在香港的粉丝 是不是人数多不多 不过想问 也不算不上大 不过应该有一群粉丝 有一群粉丝 以你做订购而言 他的订购量 会不会多 我不想同一群粉丝 一群粉丝 始终人数多 没得比 始终有一群粉丝 可以说 相对少 你可以这么说 相对少 但是不要紧 但是少说少 始终也有人喜爱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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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说完《尤尼卡》之后 之前《尤尼卡》的精品 就迟少先说 想说他的动画 这14年1月 就曾经上过《尤尼卡》 但好坏的评论 有时我们自己的节目 《动漫无双》 也记得 我们也说过《尤尼卡》 新发的介绍 但我们没有了回顾 没什么好回顾 因为我们回顾不到 因为大家都封锁了 《尤尼卡》过往的动画画 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记得 《尤尼卡》很喜欢 《尤尼卡》 其中一个就是《鬼哭街》 《鬼哭街》没有动画画 我知道 但是说《鬼哭街》 就是他的作品 我想说 勇者 你又如何看 《尤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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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觉得 你喜欢的动画更多 只要是《尤尼卡》 我就会喜欢 但你对整个动画的流程 你会有什么意见给他? 整部动画里面 保全了 《尤尼卡》 大家一直不知道 他一面 第三四话 他就有说到 《尤尼卡》 救世的东西 第二话 就说到他以前 是一个很怕生的人 真的很害羞 很害羞 害怕到会哭的人 保全了 大家一直不知道 那个印象 这张是否给你一种 可爱的感觉 即是 我见猶年 应该说 令到整个角色 更加具体 当然 你两位又怎么看呢 当时动画化了 《尤尼卡》 大家有一个期待 或者觉得 会否冲击到 当时 好像《尤尼卡》 第三话 就爆红 有没有这样的期待 我的看法 今次《尤尼卡》 《尤尼卡》 整个表现 我觉得很稳定 《尤尼卡》的人 大概知道 它是什么 而这部动画 是给到 《尤尼卡》的人 需要的东西 其实我看了几画 我也知道 《尤尼卡》的动画 不会突然爆红 《尤尼卡》 不会因为这部动画 而突然很多人喜欢 因为它始终是 一个日常生活 很多人看《尤尼卡》 本身会觉得 它只是卖萌 有些可能会觉得 是废萌 因为它做得这么平实 其实它没有刻意卖萌 它是用尤尼卡 自己的性格 来做那些事件 我觉得 可以将 《尤尼卡》 整个人 男体化了 小心啊 《尤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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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会对《尤尼卡》 有什么乐意的感觉 我也会喜欢 中文里面的角色 《尤尼卡》 因为老实说 过往 《尤尼卡》 所有动画化而言 基本上 就不会掀起 什么新的 多了人喜欢 这类的东西 基本上 就没有 因为其实他的动画 本身 可不可以做到 原作的迫力 通常都很大的问题 正如刚才 勇者说过 如果《尤尼卡》 这边 就会是CG 落到动画 因为《尤尼卡》 近代《尤尼卡》 那边 就偏向了 3D向的CG 但你对比 选择 在《尤尼卡》 这段时期 比较偏向 但你说 去年代 Nivita 或者它那些 重金属的机械CG 其实都是难做的 所以 反过来 看过往的动画 比较特别 可能是《Fantoms》 那些 就可以做得正常一点 但过往来说 大部份 都不会做得好 一定不能带得起 人气 都是要跑回原作 其实是不是公司问题 要你这么计算 是它的性质问题 其实 它主要来说 就是打 打 舊有Fans 的市场 可以这么说 简单说 就是舊式眼派 它是比Tite Moon 更硬 Tite Moon 你可以柔化它 现在柔化都不知道 什么 那 Empath 也有这些问题 那你说 去年代 Empath 和现在的Empath 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落差 同样道理 那Sonicot 就是新一代的产物 我要问一下 有没有觉得 Sonicot的动画 其实 某程度上 旧客 即Sonicot的粉丝 是容易接受的 但是 会不会很难吸引新客 或者是 头几集 好像有些 不知道的 在日常上 好像搞得有些 港客的情况 就是港客 暗时 没有见到 这些港客的问题 因为 我发现 其实是 多了 Corsa Sonicot 还有很多人 Corsa 甚至于 包括你在内 包括俑姐 很喜欢 Corsa 如果你也认识 更加在 上面的黄色头发 大家也知道 如果大家看到 经理人 用了搬弱的造型 大家也知道 可以上网查看一查 除了说 Sonicot之外 我知道 俑姐 现在正以创作主题 也尽会 你这个方面的改变 是哪装做的 在同仁创作中 应该说 是不是我巨語的角色畫得多了呢? 會不會多了?或者會喜歡畫一些玲瓏浮特斯的身材? 因為我知道你以前是喜歡畫這個彩圖多的 現在你喜歡畫多一點這個漫畫的感覺 其實我是畫漫畫起家的 但是在彩圖方面 我就由以前拳王的時候開始講起 當初拳王02有漫畫的時候 我就在那裡不停投稿 那時候因為有得投稿 所以我就不停在那裡畫 不停在那裡寄 認識了詠人 那時候幾多歲已經開始投稿了? 那時候已經是七八歲了 差不多成熟那段時間 年輕版用者已經不停投稿了 應該說我那時候已經由我做麥當勞開始了 我第一份工作就是麥當勞 那時候就開始不停投稿 相對來說 你存在上來的畫工其實已經很多年了 我家裡做了整季的舊畫 由中學做到現在十幾個畫面 如果是可以出畫集 那些畫集拿去丟掉吧 當然我知道你在同人圈已經創立了很多年 如果你是這樣計算是十幾期到現在 CW38 也已經接近十年了 我知道你有一大批共同創作的好兄弟 我想問一下 這批兄弟不只是Sony 而大家一起聚在一起 是因為當時每個人看我的畫風 像是做過漫畫家的助手的一些東西 所以開始就認識我 我們週六會在旺角的某一家 我跟Stam和Stam一起聞清他的畫 所以勇者不只是被人感覺上很勇武 勇者也有文質奔奔的一面去構圖 我想問 除了是同一場你認識之外 當然Sonyco那裡 你會不會有很多朋友 因為你喜歡Sonyco 而跟你成為一個較為資深的朋友 未有的 但是會比較多人知道 因為我喜歡Sonyco 而開始慢慢對我的認識 有沒有人寄禮物給你? 寄Sonyco的禮物送給你? 有啊 今次CW有個女生送了一塊繪班給我 我很開心的 當然了 作為朋友的兩個 那怎麼看勇者? 怎麼看勇者近年呢? 拆開一點話題 其實說開同仁創作 我現在也有跟勇者一起合作 我現在在將來 在下個星期在台灣會出同仁本 那個封面是由勇者畫的 尷尬老實說 你突然間你又說 我是在這個經商訂東西的時候 跟他相識 然後突然間又跟他說 一個同仁 你跟他有合作 你知不知道這樣很容易 案成風暴 你要說好一點嘛 兩件是沒有衝突的 兩件是沒有衝突的 兩件是分開的 因為有時候不會變成花生 很嚴重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節目一向是與人為善的 我們一向沒有什麼私敵 只有公敵 私敵是隔壁的指示 不好意思 我們先說清楚 將來勇者就會勇闖台灣 不過我想問勇者 是不是你的同仁創作 一直都在香港 基礎在香港 現在一直都在香港 這次對這次勇闖台灣 怎麼看? 其實我是負責畫圖的 如果你說勇闖台灣的話 就不算 因為不會因為圖 而特別認識我的 當然 要慢慢來 各位朋友 你希望勇者 將來畫圖的方面會怎樣呢? 圖方面 我希望保持著那本圖 而我對勇者近來的印象 是越來越爆發的 怎麼爆發? 他新的那本 C38自己出的那本 是那本同仁本 其實他的風格是有 他自己的照片 是拍了照片 我們所知 為什麼這麼奇怪 就是因為 很少私得的畫師 想被人拍到照片 第二 例如一些媒體 之前在CP報道 有很多人都教 不太想媒體來報道 但是不同 勇者就亦期道而行 嘩 喜歡把自己的 戴上面具的照片 穿著牛仔褲 翹著腳 那個 左青龍又白虎的照片 就放在風底 當時有什麼概念 大家會這樣放上去呢? 你是不是想學Billy? 哈哈哈哈 等一下 這些直入式廣告沒問題吧? 沒問題 你繼續說 為什麼不密盡其用呢? 這麼有趣的東西 為什麼不密盡其用呢? 如果這樣說 就要說到勇者近期的部分 我們想留下第三節慢慢說 為什麼呢? 第二節有很多 想聽眾 有很多事情想問勇者問題 好吧 第二節回來 就問題時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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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